美國駐華大使遭中共間諜入侵襲擊 冷如克里親自會機身隔 習近平做絕望之舉 秦光狀況完美展示中共黑箱 全球都被玩 法輪功反迫害24週年 洛杉磯舉行燭光夜道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1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據《懷疑街日報》報道 上星期中共間諜攻擊了美國駐華大使白欣斯 及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克里騰布林克的電子郵箱 據知情人士披露 還有數十萬封美國政府個人的電子郵件被攻擊 對於黑客活動的輪廓 目前不完全清楚 儘管僅限於非機密的電子郵件 但是白欣斯和克里騰布林克的郵箱被攻擊 可能會讓黑客了解到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 最近一系列的訪華計劃 以及在近幾個月來 美中外交微妙時期 美國對競爭對手政策的內部對話 在之前報道 商務部長雷蒙多的電子郵箱被入侵之後 那白欣斯和克里騰布林克 是第二位和第三位 被確認電子郵件遭到 中共間諜攻擊的拜登政府高級官員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國務卿布林肯的電子郵件帳戶 和他的高級顧問圈子的電子郵件帳戶 似乎並沒有被這次黑客攻擊中受到影響 黑客似乎將重點放在少數 負責管理美中關係的高級官員身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出於安全原因 我們目前不會分享 有關這次網絡安全事件的性質和範圍的更多信息 調查正在進行中 目前無法提供更多細節 最近的黑客攻擊 是利用微軟雲計算環境中的一個漏洞完成 這個漏洞已經得到修復 但微軟還未公開披露 這次洩露事件是如何開始 並表示正在繼續調查 安全專家和前情報官員表示 這次襲擊似乎以負尋常地隱蔽 並且發生在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外交聯繫 有所加強之際 美國還未有正式將這次黑客襲擊歸咎於中共 但美國國務院的網絡安全專家 最先發現了間諜活動 微軟表示 黑客攻擊始於5月份 但直到6月中旬才被發現 這個日期和布林肯訪華的時間非常吻合 目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拒絕置評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 受到高規格接待 7月20號習近平會見基辛格 向美國政府施壓 同時亦顯示出 這個是中共被國際拋棄局面下的絕望之據 請聽報導 今天 習近平在釣魚台賓館會見了基辛格 習近平提到自己不會忘記老朋友基辛格 對推動美中關係所做的貢獻 他說 現在中美兩國再次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雙方需要再次做出選擇 他敦促基辛格和一些美國人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資深媒體人張天亮教授發推文說 習近平知道沒有當年的基辛格訪華 就不會有後來中共40年的榮景 說明習近平不想搞壞中美關係 但又無路可走 CNN報導說 基辛格有和習近平見面的機會 這顯示了基辛格在中共領導層眼中的重要性 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教授告知霍士新聞 中共是想通過會見基辛格 從鎮中美關係的想法 而中共接觸基辛格 確實是絕望的表現 他認為基辛格不會起太大作用 因為基辛格的影響力肯定大不如前 他提到 現在不單止是美國 印太地區 菲律賓 日本 台灣 澳洲 所有這些國家都認為中共是最危險的 他們都正在潮住同一個方向前進 所以這樣令中共非常擔憂 旅美時評人藍述認為 中共如果不改變對全球的擴張替勢 美中關係不可能再有第二個基辛格 第二個尼克遜 雖然中美關係走到對立的局面 但中共仍然不願放棄來自西方的投資 技術、訂單和市場 他仍然希望找一些好像基辛格這樣的人 通過會面 向美國政府和各界送出信號 他指責現在的美國政府 現在的美國政策應該好像50年以前 70年代這樣對待中共 不可能的了 因為中共現在正在迅速擴張 習近平要求中共軍隊 在2027年前一定要做好武統台灣的準備 今天中共自己已經成為西方世界未來的子孫 後代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脅 中美之間走不回去 基辛格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時期 讓美中關係破冰的重要推手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 對希望之聲表示 基辛格訪華其實起不到大的作用 中共主要通過這種方式向美國施加壓力 要求美方盡快撤銷對李尚福的制裁 現在除了雙方的國防部長 還沒有直接交流 雙方的外交部 王毅和布林肯都有交流 所以真是雙方發生了擦槍走火的事情 馬上就會有直接的溝通 可以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雙方都並不是很擔心這一點 與此同時 親共媒體《香港01》報道說 中共駐美國大使謝峰19日 在參加阿斯帕安全論壇時 針對當前中美關係發表看法 他說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弱犯我 我必犯人 還明確表示 如果美方繼續實施新的對華制裁 中方面對挑釁不會袖手旁觀 將會予以回經 而就在謝峰發表這番言論的同時 也正是基辛格訪中 和美國氣候特使克里的高調訪華的時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身為美國前國務卿的克里 並沒有獲准和習近平會面 此前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財政部長耶倫都陸續訪中 而布林肯是唯一一位 和習近平會面的美國官員 彭博社報導 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吳木聯Alfred Wu 表示 習近平是借會誤機身格之機 有目的地向外界發出明確信號 就是習近平希望 會見願意為中共發聲的親共人士 他認為 這是想分化美國 一種分而自知的策略 另外 克里是拜登的氣候特使 他是來說服中國 採取更積極的氣候行動 但習近平回應 中國將以自己的步伐和方式 推動取消二氧化碳污染的目標 這樣顯然不給拜登 令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 目前美國已經為進一步打壓做準備 可謂是殺氣騰騰 有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將在8月底 出台一系列 針對中共尖端技術投資的限制政策 而這些政策 可能會禁止在半導體、量子計算 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對華新投資 限制投資 顯然進一步脫鉤 搖身一變 都成了名探阿南 各種徵破推理 不過說的是頭頭是道 令世界媒體關注的 不僅是秦剛消失的秘密 還有就是中共黑箱操作的世界奇境 請聽報導 今天路透社還說了一個小插空 說在本月舉行東盟外長會議前幾天 中國告知東道主印尼 說由於意外情況 中國要更換代表 王毅將代替秦剛出席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 令耶加達措手不及 趕緊去調整參加會議者的襲衫尺寸 因為他們為參加會議的人 都準備了傳統衣服 而秦剛被王毅高大 由於秦剛的無預警失蹤 官方遲遲拿不出一個似樣的說法 而中國媒體集體對此事裝籠作啞 不報導、不評論 就連中國網民的議論 也被嚴密控制 這種局面不僅已經引起 國際媒體密集關注 也引發公眾的好奇心 好像CNN、紐約時報、BBC、 法廣、德國之星、 日本的獨賣新聞等等主流媒體 都有報導秦剛失蹤的消息 而外界關於秦剛在哪裡 有很多說法 有些說他得了肝癌 有些說和鳳凰衛士的女主持人 傅曉田有屠式關係被調查 還有些說是外交部的內鬥等等 消息很複雜 而外界普遍認為 之所以說中國複雜 正是中共政治不透明的症狀 彭博社7月1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 標題可謂是被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中國外長神秘地消忍 助長了人們對黑箱的憂慮 英國《衛報》7月18日報導說 注意到中共當局 對有關秦剛消失的網絡輿論和議論的封殺 但也有些評論似乎被有意地被放出來 美國網絡新聞雜誌石英7月18日報導說 作為受習近平重用的中共外交部長 突然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蹤 可能他真是生病 先前也有中共高官無預警地消失 然後在幾個星期之後復出的事情 好像去年9月 習近平重工眾視野中消失了一個多星期 後來傳出中共政變的謠言 然後他打破慣例獲得第三個任期 昨天 中共駐美大使謝鋒參加阿斯鵬安全論壇 當主持人又問到 秦剛在哪裡這個問題時 謝鋒的回答很耐人尋味 他說的是 讓我們拭目以待 對此資深媒體人張天亮教授分析 秦剛出現健康的原因還是很大 他說 在這次會議上 謝鋒說了一句 對於秦剛 中國外交部已經向媒體做了答覆 而之前中共外交部對外說 秦剛是身體原因 那等於謝鋒再次確認了 秦剛是身體原因 而如果是政治原因 那應該罪事就變 所以張教授認為 如果秦剛真的有問題 就會盡快被通報 一方面可以震懾謀反集團 另一方面 迅速指定代替秦剛的人選 而長時間不宣布 正正說明外交部長的位置 被秦剛保留著 他認為 最少下星期7月24日 25日 王毅出席南非舉行的金磚會議之前 秦剛都不會露面 為紀念法輪功反迫害24週年 7月18日 洛杉磯的中領館前 有200多位法輪功學員 在此舉行720燭光夜道集會 悼念那些被遭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同時和平抗議中共的迫害 請您報道 每年的7月20日 對全世界法輪功學員而言 都是沉重的日子 洛杉磯法輪大法修煉團體發言人 吳英年教授說 我們今年悼念過去20多年中 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很多人在中國監獄、看守所、勞教所遭遇過非常殘忍的酷刑折磨 但即使遭遇不公 法輪功學員始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講述真相 因為法輪功教人向善 我們都是通過法輪功身心受益的人 因此也想讓大眾都知道真相 而我們對政權也沒有興趣 今年720 很多國會議員也聲援了法輪功的紀念行動 其中有16位國會議員更直接發尼茨詞信 其中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信中說 我非常榮幸地向你們這個結出的團體致以問候 我讚賞你們為捍衛宗教自由 並喚起人們關注法輪功學員 遭受的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 美國的兩黨兩院對中國人權 做出堅定不移的承諾 我們將始終保持警聽 捍衛世界各地的人權